大家好,我是钟立来,服务于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也是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的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门课 结构耐震设计导论 这个是第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的名称叫做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 那我们知道这个结构的震动周期 就是说这个结构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一个来回所需要的那个时间 那这个震动周期会跟这个地震率的大小有关系 那当然这个地震率的大小会跟这个地震有关系 但基本上的话这个周期越长 那这个地震率就会越小 那也可以说这个周期越长的话 这个结构的反应就是它的那个加速度的反应 或者说绝对加速度的反应越小 那越小它的惯性率就会比较小 惯性率比较小的话 那就是地震率就相对来讲会是比较小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这个看看说这些专有的名词这样 那这个第一个的话是基本震动周期 那基本震动周期它的英文叫fundamental vibration period这样 那为什么有这个基本的那个震动周期呢 那主要的原因的话 因为结构的那个震动周期很可能不止一个 那很可能会多于一个 那么我们这个要找出最基本 那就是说它的周期最长那一个 或者说频率最短的那个这样子 那么它就是一个基本震动周期这样 那简单来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个自由度的结构 那么它就是只有一个震动周期 那这个震动周期它就是它的基本震动周期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两个自由度的震动 两个自由度的那个结构 那么它就有两个那个周期 那我们这个周期最长的那就是它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这样 然后再来是设计地震力 那设计地震力的话我们的英文叫design seismic force 那这个设计地震力就是说我们用多少的力量来做这个设计这样 那让这个力量如果太大很可能 我们这个很不容易设计 或者说这个它的使用性就不好 或者说我们的构建的那个尺寸就会太大这样 那如果太小的话 那很可能我们这个结构很可能是不够安全 那就是说再小的安全性就不够好这样 所以这个设计地震呢就要拿捏说 我们这个经济然后还有安全性 那再取得一个平衡 那么我们就可以出来一个这个设计地震力这样 那我们刚刚说过有这个基本的那个震动周期 那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那个震动频率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周期跟那个频率啊 是互为这个导数的那个关系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周期越长 那频率呢就越小 那就是说我们的基本震动周期呢 那我们就取周期最长那个周期 当做这个基本的震动周期 那基本的那个震动频率呢 我们就取最小的那个震动频率啊 当做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震动频率 那英文呢叫Fundamental Vibration Frequence 那我们对一个结构的系统里面的话 那我们会有它的质量 然后质量英文叫Mass 然后有它的进度 那进度呢就是它的那个Steveness 那进度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造成一个单位位移 所需要的力量就是它的那个进度了这样 然后再来这个结构的震动呢分成两种 那一种叫自由震动 那自由震动呢叫Free Vibration 那这个Free Vibration啊就是没有外力之下的那个震动这样 那当然相对于这个自由震动啊就有个强迫震动 那英文呢叫Force Vibration 那我们在之后的单元呢会做一个说明这样 然后在这个自由震动之下啊 那为什么它会有震动呢 那就说我们要有一个初始的位移 或者有初始的那个速度 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做一个震荡这样 那这个初始位移呢英文叫Initial Displacement 那初始的速度呢叫Initial Velocity这样 好那这边就举个例子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呢有个单置五度的结构 那这个单置五度的结构呢 柱子的重量负量不计 然后呢所有的那个重量呢 就集中在这个板跟梁上面 那这个质量是M这样子 然后呢现在也要给了这些柱子跟梁的一些特性这样 然后它的那个弹性魔术柱子叫EC 然后它的那个断面的那个面积二次距叫IC 然后柱子那个进高就HC这样 那量也是一样 它的那个弹性魔术叫EB 然后它的断面的面积二次距叫IB 然后它的长度呢叫LB这样 那在这边呢这个大家能不能把它的进度算出来这样 那所谓进度算出来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需要有个车位移 单位一个车位移 那我需要多少的力量会造成这个单位的那个车位移 那这个力量的话就是进度K了 然后呢我们有了这个M有了这个K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基本阵容周期T也算出来这样子 然后另一个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如果现在台北101了 然后那我们能不能估算出啊 它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T这样子 好那结构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啊T啊 就是说我们震荡一周就是一个来回 一个cycle所需要的那个时间 那我们说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这样子 然后这个基本阵容周期啊 在这个规范里面啊有几个经验公式这样 那总共有三个 那第一个的话它是适用于在这个钢构的 那如果这个钢构啊没有其他的抗测力的那个构建 那么这个基本阵容周期啊就可以用这个公式这样 那如果它是个钢构造 然后它是这个梁柱构构构 抗弯具构这样 那但是它没有这个非结构的刚性强 也没有减力强也没有家境的构材 就是没有这个邪称等等这样 然后它的基本阵容周期呢就可以用这个公式这样 那这个公式的话就是T就是基本阵容周期 那它的单位呢就是秒 然后呢就等于啊0.085hn的四分之三次方这样 那0.085呢就是个系数 那hn的话就是基面到屋顶的那个高度这样 那它的单位是公尺这样 那因为它是个经验公式 那所以这个单位是很重要 那如果不同的单位呢 这个经验公式很可能要改写这样 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就会看到说 如果这个hn越大 然后这个周期就会越长 那这个hn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基面到屋顶的那个高度 越来越高的话 那么它的周期就会越来越长这样 然后这个经验公式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6节 2.94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个经验公式这样 然后第二个经验公式呢 它是这个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或者说钢古钢筋混凝土的构造这样 然后这个构造呢 是这个梁柱的那个抗温构 那就是说它没有一个非结构的钢性墙 也没有减力墙 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家境构材这样 那么它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基本这种周期啊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经验公式这样 那这个经验公式呢 也能够适用于一个钢构造的 但是它有一些偏心的那个写称 那它也可以适用这样 好那这个公式的话是等于0.07 乘上hn的四分之三次方这样 那一样 这个0.070的话就是它这个系数 hn的话就从这个结构 这个建筑物 从它的基面到屋顶啊 它的那个高度这样 然后它的单位呢 就是公尺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说在前一个公式里面呢 它的系数是0.085 那在这个公式里面呢 这个系数是0.07这样 那就是说同样的高度 如果我们的基面到屋顶的高度都一样的话 那钢构造它的那个系数呢 是0.085 然后呢钢筋混凝图的构造是0.070 那就是很显然了 钢构造的那个周期啊 就会比较长这样 那原因就是说 因为钢构造呢 它钢的那个强度是比较大 那比较大的话 它就可以用比较小的那个断面 那比较小的断面呢 它的进度就比较小 那比较小就是比较软 那比较软的话 它的周期啊 就会是比较长这样 那第三个公司的话 就是其他的那个建筑物 那其他的建筑物呢 就是说它的基本这种周期 用秒回单位这样 那秒回单位的话 那就是它的T等于0.050 HN的那个四分之三次方这样 那这个公司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里面的 2.6截 2.11这个市值啊 里面可以找得到这样 那我们这个回顾一下 看这个三个公司这样 那如果是一个刚造的那个梁柱构架 抗弯的抗弯具构架 那么它的系数呢 是0.085 那如果是混凝土的梁柱的抗弯具构架 那么它说是0.070 那如果是其他 那就说很可能含有一些墙等等的 一些这个建筑物的话 它说是0.050这样 那就说钢构它的那个周期就比较长 如果说我们这个高度是一样的话 那时候机面到屋顶的高度一样的话 那时候钢构啊 因为它的系数是0.085 它的周期最长 第二呢是钢筋混凝土造 也是这个抗弯具的构架 那么它是0.070这样 那如果含有墙 那它的周期最小了 那么它就是它的系数呢 是0.050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的频率啊 那我们用Hz的单位这样 那它的频率的话 就相当于说多少个cycle per second 在这个一秒之内啊 震动了几次这样 所以它是这个周期的函数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T的单位呢 是秒 然后F呢 那个单位 频率的单位呢 就是秒分之一了 那基本上 这个结构的周期越长 那是代表这个结构越软 那当然它相对应的频率也低了 那低的话 它的那个地震率啊 就会比较小了这样 那如果这个结构的周期越短 那就是说 承受的地震率呢 就会比较大 那周期短呢 频率就高 那频率高的话 惯性率就大 那地震率也会大这样 好那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那如果说结构的位移呢 是x 这等于d side omega t omega呢 就是它的震动的那个频率了 震动的频率 d呢 就是它的震动的幅度 位移的幅度这样 那这个omega呢 它的单位就是radian per second 那这个omega呢 可以写成是2pi乘上F这样 那这个omega呢 就是脚频率 F呢就是频率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结构的位移 维分之后呢 就得到结构的速度 那这个叫v 那v呢就等于x大 然后它是t的函数这样 那它是t的函数这样 那把这个d side omega t 维分之后呢就等于d omega cos omega t这样 那我们知道说它的震动频率 依然是omega 但是它的那个幅度 速度的那个幅度呢 已经不是d 而是d常常omega 那如果说如果omega越大 在同样的位移幅度之下 它的速度呢就会越高了 那我们再维分一次呢 就得到结构的那个加速度 at 那就等于x double dot 就是把位移为分两次 然后呢 它的震动频率呢 它还是omega 但是它的震动的幅度 加速度的幅度 已经是d omega的那个平方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 如果说我们的那个震动的频率越大 在同样的位移幅度之下 那加速度呢就会越大这样 所以为什么这个震动频率越大 加速度就越大 加速度越大 那地震率就越大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 频率omega越高 越高它我们的加速度就越大 那我们知道加速度是 乘上它的质量的话 那就是等于这个惯性力 那惯性力呢 这个就会形成是个地震力 那这个地震力呢 也会这个越大这样 那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这个t呢 就等于2π除上omega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omega 跟这个f 跟这个t呢 有这样一个关系这样 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 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已经设定好这个加速度 那加速度a 就等于x double dot 就等于a side omega t这样 omega就是它的震动频率 a呢 就是加速度的那个幅度了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积分一次 那就得到velocity速度 那velocity呢 它的那个震动频率 依然是omega 但是它的幅度呢 已经变成是a除上omega 那我们再计分一次呢 得到这个位移 那位移呢 它的震动频率 依然是omega 但是它的幅度啊 已经是a除上omega的那个平方 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加速度的幅度 是一样都叫a的话 那当这个omega越高 那这个位移的幅度啊 就越来越小这样 所以这个有它这样一个关系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固定个加速度 那这个频率越高的话 那它的位移啊 就会越小 那如果说我们回头看前一页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固定一个位移的幅度 那这个频率越高的话 它的那个加速度的幅度啊 就会越大 好 那我们把一个结构呢 它是个单字五度的结构 那所谓单字五度结构呢 我们用一个位移变数 就能够把这个结构的位移描述出来了 那我们说它是个单字五度的结构这样 那我们这个单字五度结构呢 它有个质量 那这个质量可以把它看成是楼板的那个质量 然后它有个进度 如果是个门型构架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柱梁啊 所提供的这个进度这样 那我们这个系数啊 进度就是K了 然后这个外力呢 FT 这个外力就是这个外加的一个力量给它这样 好 那我们把这个自由体图啊取出来这样 那这个M就是它的质量这样 那我们假设啊 这个位移是正的 就往右有个位移叫X 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进度 那进度就相当于一个弹簧 那就会有个回复力啊 就把它往左拉回来这样 那这个回复力的大小呢 是跟这个位移啊成一个正比这样 所以这个回复力呢就等于K乘上X 然后YD呢就是F这样 所以对于这个质量来讲的话 它承受了两个外力 然后一个外力等于两个力量 一个力量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YDFT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回复力呢 然后另外一个力量呢 是它的回复力 KXT这样 好 那我们用这个邮盾的那个第二定律啊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MA就等于F了 F呢就是外力的总加这样子 加总起来这样 所以这个外力呢有FT-KXT这样 那这个FT呢是正的 因为它往右的一个方向这样 那这个KXT呢是负的 因为它往左的方向这样 那A呢就是它的加速度这样 那因为这个加速度啊 可以把它写成啊 这个位移的两次平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MXDOT EQUAL TO F MINUS KX 那我们把这个MINUS KX啊 从这个等式的右边 移到等式的左边 那我们就得到MXDOT 加上KX 等于F这样 那我们这个括号T呢 是代表说啊 强调说啊 这个变数啊 它是个T的函数 它是跟着时间变化这样 所以我们的外力FT 是跟着时间变化 我们的位移XT 也是跟着时间变化 那我们的加速度XDOT 也是跟着这个时间做变化这样 好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得到这个运动方程式这样 那这个运动方程式 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平衡的方程式这样 那就是力平衡的方程式 那这MXDOT就是关心力 KX就是回复力 F就是外力这样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上说 我的惯性力加上回复力 就等于外力这样 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个力平衡的关系这样 那这个M就是我们的质量 K就是我们的进度 那惯性力就等于M乘上XDOT 回复力就等于K乘上X 外力就是F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方程式 第一个 它是有X 还有X的导数 所以它是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因为它就只有一个 变数 只有一个Independent Variable K 所以它是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这个除了有X 还有这个XDOT以外 它还有一个时间的函数 所以它是Non-Homogeneous 那它有X 还有X的导数 那最高的导数呢 是二阶的导数 所以它是Second Order 然后再来我们看这个X 前面那个系数K 还有XDOT 前面这个系数M 让我们知道它是这个X跟 这个M跟K是个常数 所以它是Constant Coefficient 所以总的来说它是Second Order 因为它是Second Derivative 它最高的导数是两次 Second Order Non-Homogeneous 就是说它除了X还有X的导数以外 它还有一个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它是Non-Homogeneous 也是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因为它有变数还有它的导数 再来的话它只有一个Independent Variable 所以它是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Independent Variable就是T这个时间 WithConstant Coefficient 这个M跟这个K是个常数 所以说它是一个Constant Coefficient 它不随着时间变化 然后这个部分 有关这个微分方程师 我们在这个工程数学里面的ODE 里面可以找得到 好 第一个我们来先看这个自由振动 那所谓自由振动就是外力为0 就没有外力这样 那我说说这个就是我们有个质量 然后有个弹簧 就是我们把这个结构 可以模拟成一个质量 这个弹簧那个系统这样 那因为这个FT等于0 外力等于0 那说这个运动方程师呢 就可以写什么MX double dot 加上KX equal to zero 那因为外力等于0 那说说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微分方程师里面呢 就是只有X还有X的导数 所以它就变成是个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后它的最高的那个导数是2J的 所以它是second order 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因为M跟K它是个常数 所以是Viscountant Coefficient 好 那我们把这个运动方程师 这个等式的那个左边跟右边 同时这个除以M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X double dot 然后K divided by M X equal to zero 那我们这个K divided by M 我们待会会说明呢 这个K divided by M 原来就是Omega 0的平方这样子 那我们待会会说明说 为什么它是Omega 0的平方这样子 所以Omega 0呢 就是它的那个振动的频率 那Omega 0的平方 等于K divided by M 所以这个Omega 0就等于Square root of K divided by M 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知道这个Omega 0是等于K divided by M Take square root 所以我们这个M是一样的话 我们同样的M 我们有两个结构 M是一样的 质量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它的进度越大 K越大 那么它的频率F就越高 那因为这个F就是等于Omega 0 divided by 2π 那F越大的话 那就是说它的周期就越短 好那再过来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K固定 就两个结构 K是一样的 它的进度是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这个质量越大 那这个质量越大 分母越大 然后这个频率就越低了 然后这个周期就越长 那就是说进度越大 等于这个结构就越来越刚硬 那么它的周期就变短 频率就变高了 那当我们质量变大的话 那这个结构就变软 那我们这个频率就变低了 周期就变长了 好那我们跟着呢 就是说在这种自由振动之下 我们什么得到这个结构的反应 那这个结构的反应呢 是包括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还有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就从这个运动方程式啊 这个x double dot plus omega zero square x equal to zero 来出发这样 好那因为我们从这个工程数学里面呢 我们知道说 解这样一个运动 解这样一个长维分方程式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xt 设为这个exponential lambda t 把它设为exponential lambda t 那我们把这个微分之后呢 那因为这个lambda是个常数 那所以说这个lambda是不跟时间变化的 所以x dot呢就等于lambda exponential lambda t 那再微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x double dot 那这个x double dot呢 就等于lambda square exponential lambda t这样 那我们把xt带进来 就是exponential lambda t 把x double dot 带进去这个运动方程式 那我们就得到lambda square exponential lambda t 好那跟着的话 我们从这边到这边的话 我们把exponential lambda t取出来 那它的係数呢 就是lambda square plus omega zero square equal to zero 那因为这个方程式 要等于零 但是我们知道 exponential lambda t 不会等于零 那么就只好让这个lambda square plus omega zero square equal to zero 那因为这个 omega zero square 它是个正的数 然后移到右边呢 它就变负了 那取square root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个 imaginary number 那所以这个lambda one equal to minus omega zero i 这个lambda two equal to omega zero i 那这个omega zero 是个正的值这样 那这个i呢 就是square root of minus one这样 那所以这个lambda one 跟这个lambda two 都是一个imaginary number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解除 lambda one跟lambda two这样 那这个lambda one跟lambda two 把它带进去xt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就有两个解 一个解呢 就是exponential lambda one t 另外一个解呢 就是exponential lambda two t这样 那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 我们把这个exponential lambda one t 带进来xt 那再把这个exponential lambda one t 微分两次带进来 看说这个式子是不是满足的 那如果是满足的话 那这样的话 它真的是它的解这样 好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解呢有两个 那我们怎么找到它的通解呢 那它的通解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解啊 各自成一个系数 c1跟c2这样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general solution 一个通解了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x的那个通解呢 是等于c1 exponential lambda one t plusc2 exponential lambda two t这样 那当然如果各位不相信的话 我们把这个x带进来 再把这个x微分两次带进来 那看这个式子啊 是不是依然可以成立这样 那如果成立的话 那这个是真的是它的解这样 好那跟着我们把lambda one带进来 lambda one呢 是等于minus omega zero i 那我们这样呢 这个也把这个lambda two带进来 lambda two呢 是等于omega zero i这样 那最后呢 这个xt就可以表示成了 c1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zero t plusc2 exponential i omega zero t这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exponential i theta 可以写成是cos theta minus i side theta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个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zero t 可以把它写成是cos omega zero t minus i side omega zero t 那这个exponential i omega zero t 可以把它写成是cos omega zero t plus i side omega zero t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呢 那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说它是有两个independent的函数 然后一个是cos omega zero t 然后呢一个是sine omega zero t 那我们把cos omega zero t 经过整理之后呢 它的系数就是c1 plus c2这样 那我们把sine omega zero t把它取出来之后呢 它的系数呢就是i minus c1 plus c2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c1跟c2 c1 plus c2啊 给它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小c1 这个i minus c1 plus c2呢 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小c2 那我们最后的xt呢 就可以把它写成是c1cos omega zero t plus c2sine omega zero t这样 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原来呢是有负数的 因为我们有minus i omega zero t在 那我们有i minus omega zero t在这样 所以原来是用个负数的那个形式来表示这样 那我们经过这样一个整理之后呢 它就变成这个实数的那个形式来表示 那因为啊我们知道这个位移啊 这个xt呢 它是个实数的函数 所以呢我们也把它的解啊 用个实数啊来这个表示 所以呢最后就c1cos omega zero t plus c2sine omega zero t 那这个cos omega zero t sine omega zero t 它是个实数的函数 那c1跟c2呢也是个实数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位移之后 那我们把位移为分一次 再为分一次 那我们就得到它的速度 还有它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x大 就equal to minus c1 Omega zero sine omega zero t plus c2 Omega zero cos omega zero t 那这个x double dog的话 就等于minus c1 Omega zero square cos omega zero t minus c2 Omega zero square sine omega zero t 那跟着的话我们要决定这个c1跟c2 那我们把这个c1跟c2可以把它看成是积分的常数这样 那就是constance of integration这样 那我们要解除这个c1跟c2呢 决定这个c1跟c2呢 就要需要两个条件 那这个两个条件呢 一个是初始的位移 initial displacement 一个是初始的速度 initial velocity这样 那我们这边呢 举个例子 那如果说initial velocity是非0 不等于0 是等于x0 initial velocity等于0 那是x' equal to zero 那我们从initial displacement x0 equal to x0 那我们呢 就把它带进来 这个时间是0 这个时间是0 那cosOmega 0呢 就等于1了 sineOmega 0呢 就等于0了 这样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c1乘上1 plusc2乘上0 equal to x0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c1呢 就等于x0 那我们再从这个初始的 那个速度 初始速度 x'0 equal to 0 那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时间带进去是0 这个时间带进去是0 所以呢 sineOmega 0就是0 这个时间把它带进去0 那cosOmega 0就等于1 这样 所以我们就得到 minus c1Omega 0 乘上0 plus c2Omega 0 times 1 equal to 0 那在这边的话 这个c1知道了 那c2是不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2解出来 就等于0 那当我们c1解出来是x0 c2云解出来是0 那我们把这个c1带进来 c2带进来 那我就可以得到它位移了 然后再把c1c2带进去速度 我就可以得到它的速度 再把c1c2带进去它的加速度 我就可以得到结构的加速度 那最后呢 我就可以得到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速度 结构的下速度这样 x是等于x0cosOmega 0t x'是等于minus x0 Omega 0sineOmega 0t x'是等于minus x0 Omega 0sq2 cosOmega 0t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xt 这个位移 那这个位移呢 我们知道它的振动的频率 就是Omega 0 那这个Omega 0 就是square root k divided by m 就是我们的Omega 0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振动频率了 那它的振动幅度呢 就是x0 就是位移的幅度呢 就是x0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速度了 那结构的速度呢 它的振动频率一样 跟位移一样 是Omega 0 那但是它的那个幅度 速度的那个幅度呢 就是x0 乘上这个Omega 0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了 然后它的振动频率也是Omega 0 那但是它的幅度呢 就是x0乘上Omega 0 square这样 所以呢 这个速度的那个幅度 是位移的幅度乘上Omega 0 加速度的幅度呢 是位移的幅度乘上Omega 0 square 那就是说 如果这个Omega 0越大 那在同样的位移的幅度之下 它的速度的幅度 加速度的幅度会越大 这样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case 那这种情况呢 这个是initial displacement等于0 initial velocity不等于0 那我们把它设为x0大这样子 那我们从这个initial velocity 那就是说xt这个t呢 把它代为0 那cosOmega 0呢 就等于1了 那sin0呢 就等于0这样子 所以我们得到了 c1 times 1 plus c2 times 0 equal to 0 那我们就得到 c1 equal to 0 那我们再看这个initial velocity这样子 那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时间 用0带进去 那sin0的话就是等于0 cos0的话就等于1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得到minus c1Omega 0 times 0 plus c2Omega 0 times 1 equal to x0大 那我们这个c1已经是0了 那我们就可以解除c2 那c2呢 就等于x0大 divide by omega 0 那当我们这个c1找到 c2找到 那我们把这个c1c2带进去位移 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位移 c1c2带进去这个速度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构的速度 c1c2带进去这个加速度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构的那个加速度这样 那我们看看结构的位移 那结构的位移呢 它的那个振动频率呢 就是psiOmega 0t 所以它的振动频率是Omega 0 那我们看它的幅度了 那它的那个位移的幅度呢 就是x0 dot divided by omega 0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Omega 0越小 那这个位移幅度就会越小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速度的那个情况 结构的那个速度了 那它是cosiOmega 0t 所以它的振动频率呢 是Omega 0 然后它的那个速度的那个幅度呢 是x0 dot 就跟它的那个初始的速度啊 一样这样 那我们再看结构的那个加速度了 然后它是psiOmega 0t 所以它的振动频率是Omega 0 然后它的幅度呢 是x0 dot 乘上Omega 0 那就是说如果说结构的频率越高的话 那么它的加速度啊 的那个幅度啊 就会越大这样 好 那我们跟着看第三个case 那第三个case呢 是最general的case啊 那就是说 它这个初始位移不等于0 等于x0 然后初始速度不等于0 等于x0 dot这样 那一样 我们从这个初始的位移 那我们把时间0带进去 0带进去 0带进去 那我们就得到了c1 times1 plusc2 times0 equal to x0 那我们就可以解除c1 equal to x0 那我们再把这个初始速度 这个时间带进去是0 带进去是0 带进去是0 那我们就得到啊 minusc1Omega 0 times0 plusc2Omega 0 times1 那我们就equal to x0 dot 那我们就可以解除c2了 那c2呢就等于x0 dot divide by Omega 0 这样 那我们c1找到了 c2找到了 那我们把c1跟c2带进去位移 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位移了 把c1 c2带进去速度 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速度了 那我们把c1 c2带进去加速度 那我们就得到结构的那个加速度了 那我们看这个结构的位移 结构的位移呢是x0 cosOmega 0t plusx0 dot divide by Omega 0 sine Omega 0t 所以呢 所以呢 它的那个频率呢 也是Omega 0 然后呢 它的幅度呢 就会比x0 dot 大 也会比x0 Omega 0大 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这个结构的那个加速度 结构的加速度呢 eq0 to minusx0 Omega 0 square cosOmega 0t minusx0 dot Omega 0 sine Omega 0t 所以它的振动频率依然是Omega 0 那它的幅度呢 就会比这个大 也会比这个大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刚刚呢 是用ode 来解这个自由振动的问题 这样子 那我们试着说 就用这个lappart transform 来解这个自由振动的问题 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用两种方法 解出来的那个结果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相信说 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我们的结果是对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个lappart transform的定义 那如果说我们在时间域里面有个xt 那经过lappart transform呢 它就变成是大的xs这样子 那说这个lappart transform的定义呢 那我们就是integrate from co to infinity exponential minus st xt dt这样 那因为呢 我们在这边呢 对这个时间积分 说它已经不再是时间的函数 然后呢 它变成是s的函数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原来是t的函数 经过lappart transform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s的函数这样 然后呢 这个在我们的工程数学里面呢 有说到也找得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那如果这个xt呢 是等于exponential at这样 那我们看说它的lappart transform是长什么样 这样 那我们就把这个xt带进来 所以是exponential at 那我们再按照这个lappart transform的定义 乘下exponential minus st 然后呢 对时间积分 integrate from co to infinity这样 那这个积分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exponential minus 括号s minus a 括号t divided by s minus a 然后呢 前面还有个负号这样 然后呢 它是从0到这个无线这样 那如果我们把0带进去 因为exponential的0次方 那就等于1 那所以说我们就得到1 divided by s minus a 那如果说我们把无线带进去 或者说这个t去向无线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s大于a 那s大于a 那就代表说这个是正的 那这个是正的话 那再加个负 那这个exponential负的无线 那就去向于0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lappart transform 就等于1 divided by s minus a 那就是说如果x 是小x是等于exponential at 经过lappart transform 就得到个大x 那大x呢 就是1 divided by s minus a 这样 那这个在我们lappart transform的工程数学里面 可以找得到这样 那这个我们待会也会用得到这样 好 跟着我们说这个side omega t 的lappart transform 那这个side omega t呢 我们一样 那我们就按照定义 所以它的lappart transform呢 就是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side omega t exponential minus st dt 这样 那我们跟着呢 把这个side omega t 把它改写成 exponential i omega t minus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t divide by 2i这样 那各位可以检查一下 这个exponential i omega t呢 可以写成是cos omega t plus i side omega t 这个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t呢 可以把它写成是cos omega t minus i side omega t这样 那这两个一相减之后呢 就等于两倍的i side omega t 那2i跟2i消掉 就等于side omega t这样 那exponential minus st造写 dt造写这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写成这样一个形态呢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说 如果是exponential a t 它的lapar transform呢 就是one divided by s minus a 只不过现在的a呢 改成是i omega 现在a在这里呢 改成是minus i omega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这个one divided by 2i 括号one divided by s minus i omega minus one divided by s plus i omega 括号 那我们经过整理之后呢 它就已经不再是个负数了 那它是用个实数来这个呈现这样 那所以说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所以我们呢就得到这个side omega t 的lapar transform 就等于omega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 好 那我们跟着呢再看看说 这个coside omega t的lapar transform 那就小x呢是等于coside omega t 那我们要找这个大的x这样 那我们也是一样按照这个lapar transform的定义 那就是coside omega t exponential minus s t 那我们对时间积分 from zero to infinity 那我们把这个coside omega t 写成是exponential i omega t plus 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t divide by 2这样 那各位可以检查一下 这个exponential i omega t 可以把它改写成是coside omega t plus i side omega t 这个exponential minus i omega t 可以写成是coside omega t minus i side omega t 这个lapar transform 刚刚已经找到了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exponential a t 的lapar transform 是1 divided by s minus a plus i omega 再一个括号这样 那我们经过整理之后 通分之后呢 那这个i就消失掉了 那就等于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这样 所以coside omega t 的lapar transform 就等于s divided by s square plus omega square这样 好 那我们这些待会都用得到这样 然后跟着的话 因为我们在这个维分方程式里面 有这个导数 那如果说我们假设说 这个x的lapar transform 已经知道了 那x dot的lapar transform 要怎么来找 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就是x就是这个维分之后呢 那就等于x dot x dot的话就等于dtx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x dot的lapar transform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定义 那说x dot times exponential minus st dt 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这样 那在这边呢 我们用到这个integration bypass 部分积分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呢 看上是dv这样 x dot dt就变成是dv这样 exponential minus st呢 是把它看上u这样 所以这个是x integrate u的v equal to uv minus integrate v的u这样 所以这边就是uv了 然后u呢就是exponential minus st dv呢因为是x dot dt 积分之后呢就是xt这样 然后呢积分的上下线呢就是0到这个infinity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这个integrate 然后呢再来是vdu v呢就是这个x的 然后du呢我们把这个exponential minus st 经过维分之后呢就是minus exponential minus st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个整理过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积分呢用0带进去的时候呢 那就是x0了 用infinity带进去呢 因为这个minus infinity exponential minus infinity 趋向于0这样子 那这一项呢就不见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呢第一项就是剩下这个minus x0这样子 好那个minus minus 那这个cancel掉之后就变成是负负得正了这样 那我就integratext 然后把这个s 因为它不是时间的函数取出来 那就是s就可以取到这个integration的外面这样 那xtexponential minus stdt 然后integrate from 0 to infinity 然后这个就是xt的laplace transform这样 所以我们经过整理之后呢 xdark的laplace transform k等于s乘上x的laplace transform minus x0这样子 所以这个laplace xdarkt 就等于s乘上laplace of xt minus x0这样子 刚刚呢是一次尾分的 那一次尾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一次尾分的laplace transform 等于这个原来这个函数的laplace transform 乘上s minus它的那个初始的那个条件这样 那如果是两次尾分呢 这个xdarkt的laplace transform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s乘上xdarkt的laplace transform minus x0 那好了这个是按照这个关系来这样 那我们知道xdarkt的laplace transform呢 minus x0 minus x0 minus x0 那最后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关系式 那就是说 xdarkt的laplace transform equal to x2 乘上x的laplace transform minus x0 minus x0 minus x0 那这个自由振动的运动方程式是xdarkt plus omega0x equal to 0 然后初始条件给了x0 equal to x0 xdarkt0equal to x0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运动方程式 取这个laplace transform 那我说说我把这个运动方程式取这个laplace transform 那等式的右边的话 0的laplace transform还是0 xt的laplace transform 就是大的xs 然后xdarkt的laplace transform呢 就等于x2 乘上这个x的laplace transform minus x0 minus x0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原来是个微分方程式的 那我们就经过laplace transform之后 就是个代数的方程式 那在这边呢 只有xs是位置数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解的这个xs 那这个xs呢 equal to x0 plus x0 dark divide by x2 plus omega0 square这样 那我们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那这个大x呢 是小x的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的目的要求小x 就是结构的位移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大x呢 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要得到这个小x 所以我们跟着呢 要做这个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那再要做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呢 我们就把这个laplace transform 把它表示成说 我们知道他们的那个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那我们经过这个laplace transform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啊 这个x0 乘上s divide by x2 plus omega0 square plus x0 dot divide by omega0 Omega0 divide by x2 plus Omega0 这样 那如果回到我们前一页 那我们在这边呢 不太容易找到它的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改写成这样之后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x divide by x2 plus Omega0 那事实上呢 它的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呢 就是cos Omega0 这样 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推导过说 cos OmegaT 的laplace transform 就是x divide by x2 plus Omega2 只不过说 现在Omega呢 用这个Omega0 来表示 所以呢 这个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就是cos Omega0 t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了 这边的话是Omega0 divide by x2 plus Omega0 然后它的inverse laplace transform 就是sine Omega0 这样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推导过说 sine OmegaT的laplace transform 就是Omega divide by x2 plus Omega2 那只不过说 我们现在呢 用Omega0 取代了这个Omega 那我们最后呢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构的位移 x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结构的速度 也可以找到结构的那个加速度 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呢 举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是个单自五度的结构 它的质量呢 是等于这个2000吨 然后它的进度k呢 是等于m乘上2pi square 那是等于78957 qN per meter这样 那我们有这个质量m 有了这个进度k 那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自然振动频率这样 那这个自然振动频率 Omega0 equal to square root of k divided by m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2pi 就等于6.283 然后它的单位呢 是radian per second这样 那这个是angular with angular frequency 那如果说我们要找frequency呢 我们就把这个Omega0 divided by 2pi 那我们就得到1Hz 那这个1Hz呢 就代表说一个cycle per second 就一秒里面呢 它震荡了一个cycle这样 那我们有了f0 把这个f0取它的那个导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自然振动周期这样 那这个自然振动周期呢 就是1秒 那就是说一个振动来回 就是一个来回 一个循环 那它所需要的时间呢 就是1秒钟这样 好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 我们给它初始位移是0.1公尺 然后初始速度是0这样 那我们这个从之前的推导里面呢 我们就找到结构的位移 找到结构的速度 找到结构的加速度这样 那结构的位移呢 就是0.1cos2pi t 结构的速度呢 就是minus0.2pi sine2pi t 那结构的加速度呢 是minus0.4pi square cos2pi t这样 那位移的单位是meter 速度的单位是meter per second 加速的单位是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我们就做图了 那这个是总共有三个小图 第一个图呢 是位移 再来是速度 那再来是加速度这样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判别一下这个图 对不对这样 第一个initial displacement 是不是跟我们的预期是0.1m OK 然后呢 再来这个它的振动的那个形态 它是一个单一频率的振动 OK 而且呢 它的周期呢 是1秒 那就是跟我们的预期一样这样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velocity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initial velocity是0 跟我们的预期一样 然后它的振动周期呢 1秒 跟我们的预期也是一样 然后呢 再来 这个大家看来看说 这个振动的幅度 大概是0.5到0.1之间 那这个幅度合不合理 那各位可以做一个研判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加速度了 那这个加速度呢 我们发现这个图制作出来 那个initial acceleration呢 大概是minus 4左右 那minus 4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大家可以检核一下说 这个minus 4合不合理 那跟我们预期是不是一样这样 然后它的幅度呢 也是在这个正负4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再做这个震荡这样 然后它的周期是1秒 那跟我们的预期啊 是不是一致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做图之后呢 我们要做个研判 看说这个图合不合理 那研判的基准呢 一个就是说初始值合不合理 再来震动的幅度合不合理 再来它的频率 或者说它的周期合不合理 那我们如果研判了这三个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说有信心说 我们这个结果是对的这样 那我们这个单元都这里 那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